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巴拉,讀聖經 2022年第一次跟大家講聖經 所以在這裏再跟大家講一聲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薩姆爾基夏第18章,上次很久之前 跟大家講了大衛和阿沙龍之間的內戰 大衛的軍隊打贏了 元帥約握了阿沙龍,絕除了後患 於是就要把好消息 告訴城裏的駐守軍和大衛 究竟誰可以做信差呢? 當然順帶一提,也有一個appendix跟大家分享 就是阿沙龍的謀反 傳統來說我們是把事情看得很negative 一些positive,從聖經的角度 同時從一些歷史柔木文的角度 我們繼續 move on 讀多一點之前都讀過的經文 這節經文第19節 給我們幾個有趣的信息 雖然阿媽是女人 首先 打贏仗 這應該是一個好的訊息 用不需要吃一碗辣椒醬 是另一回事 另一回事 是薩督的兒子阿希瑪斯 他是祭司 他的兒子 當時薩督未必是做最大的祭司 可能是副手 然後我們看看 阿希瑪斯 有不少的事情 首先 他曾經做spy 收到消息的時候 通風報信給大衛 叫他馬上走路 過約 約蛋涵 否則就死定了 成功 這件事 厲害了 第二件事 跟隨約押 來跟阿希瑪打仗 他又是軍隊當中 也會抽得 不是那些 我們一般人覺得 譬如現在的牧師 當時祭司 搞禮儀 很聰明 文武相傳 然後 看下去 還可以跑得 但是祭司 我們是否應該 用這個形象去看他 你看回阿联雅孫 菲尼哈 當日 就是因為他動手 打槍插進去 那個淫亂的頭頭 不是王力王 當時的那個人 於是 就紫色了一會 對以色列人的怒氣 讓他稱讚 所以祭司 當時 真的是很厲害 神的忠保之餘 還是 文武相傳 報信 有什麼問題呢 但是約押對他說 你不是應該今天去報信的人 第二天才去 今天一定不要去 因為大王的兒子死了 約押 吩咐一個股市人 你去吧 張見島的向大王報告 一個股市人向約押扣牌 馬上走去報信 股市人 如果看回一些色經書 似乎就是一個外邦人 其實也不重要 總之是一個 不是最重要 不是 得罪了 這個大王 都沒有什麼所謂 大家都可以卸博的一個人 多他不多 少他不少 好 就算 到最後大位 要堆壞這個故事人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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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跟薩督的兒子的關係應該都不錯 或者跟薩督不錯 以照 見到他 有機會出事的時候 提醒他 或者阻止他 另外一件事 你可以看到 在報信過程當中 約押是完全摸到大衛的心思意念 雖然摸到 但照樣堆壞了阿沙郎 當我們跟人communicate的時候 要講一些好訊息也好 不太好訊息也好 究竟我們了不了解 對方的心思意念 put in other's shoes 知己知彼 講得比較 strategic 之後 跟他來溝通 才去做個peach 這是非常重要的 薩督的兒子阿希瑪斯 再次懇求約押 無論如何 請你讓我跟著股市人去 約押說 我疑 你為什麼要去 你的消息是不會得到賞賜的 無論如何我都想去 那約押唯有答應 好 去吧 去死不給死 阿希瑪斯走平原的捷徑 搶在股市人的前面 他連走哪條路快些 他都會知道 但是高分低能 人的心思 或者是玩政治 他就很差 至少不夠弱壓 還是他不知道 有個壞消息出現 真是挺有趣的 那時候大衛坐在內外城門的中間 一個守衛爬上城門樓頂 他看出去 看見單丁一個人飛跑過來 大衛那時候 就不是睡到太陽平西了 這次 也都不是住在那些屋裡 那他呢 就是這裡 說城鞍 廣東話翻譯就是 說是內外城之間 總之一個挺有保護的地方 但是同一時間 都是在整裝待發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看回上一張 都會說 我們不行的時候 你支持我 不然你做拉隊 算了 不然你死了怎麼辦 接著看到有一個人跑來 守衛就大聲向王報告 王說 如果他是單丁一個人 他報的就一定是好消息 單丁一個人就一定是好消息 這個我理解不到為什麼 那個人越走越近 守衛又看到另一個人走來 他看下去 向守城門的人大聲說 又有單丁一個人跑來 我們要知道 就是 那個股市人 其實是先走了很遠 先 走了很遠 之後 這個阿希馬斯才追過去 你可見 那段時間裏面 雖然阿希馬斯之後 跑速快 其實是阻礙了他不少時間 阻礙了他不少時間 其實勸了他很多次 但是他都不聽 這個人也是報過好消息的 挺搞笑的 有兩個人 同時間要報料 兩份報紙 好像 那個守衛說 我覺得那個跑在前面的人 跑的姿勢 好像殺了兒子阿希馬斯 這裏就見到阿希馬斯跑過去 快過他 好厲害 王話 他是個好人 他一定是帶來好消息 這句說話搞笑 他是個好人 人品 除了文好宣傳之外 真是品學兼優 頂你 這些厲害 濫慎 樣子不知道靚不靚仔 沒有形容聖經 一定是好消息 結果大衛聽完之後 糟糕 阿希馬斯跑近向大衛王報告 一切都很好 他在王面前苦福叩拜 主理的上帝是應當稱眾的 他已經消滅了那些攻擊大王的敵人 其實沒問題的 真的打贏了 大衛問 那個年輕人阿沙龍沒事 但是樣子衰衰大衛 關心的是敵人的頭頭 又沒事 就不是關心自己的兵馬死了多少 傷了多少 打贏了多少 或者以色列完了之後 會不會和平 各方面 其實有很多問題可以問的 阿希馬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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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瑛回答 阿希馬斯回答 阿希馬斯回答 要跟阿希馬斯回答 即是立即食閉門羹 各方面 最重要的事 這位少爛 他不知道 與意差 不清楚 還是裝蒙 他應該不會不知道 如果這樣來勸說他的時候 他就含糊其事 這裏幾乎一樣 幾乎一樣 也有說過 打贏了 同一時間 就是耶和華的拯救 純粹是阿希馬斯說 神是應當清重的 除此之外 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 相反來說 一個是打贏仗 一個是沒有打輸仗 脫離仇敵的手 你可以說是 大家修持方法不同 但報導的是一樣 順帶一提 有些情況之下 都會搞笑的 譬如 如果我告訴你 COVID 打了針後 抗體有90% 現在當然沒有 你會覺得很穩定 但如果我告訴你 打了針後 有10%沒有抗體 你會覺得很 嘩 搞錯 所以 接收訊息的時候 都會 隨著 訊息本身 正確一樣 但 推出了一推 聽的時候 你都會 要是 定一定 要是 涼涼涼 年輕人阿沙龍沒事 他也是問同一個問題 原我主我王的仇敵 和一切要嫁害你的人 都和那個年輕人一樣 這句 軟轉了 不是說 他死了 或者被人插死了 亂刀插死了 不是的 純粹是說 希望 你沒有好結果 或者希望 每個人都好像他 如果得罪你的話 說得很軟轉 但為大大震動 走上城門樓去痛哭 一面走一面說 我兒子呀 我兒子壓沙龍呀 我恨不得可以看你死 嘩 你殺 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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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要講講 他本身有個城洞 即是在下面 但他跑了上去上面 然後就 方寫不知道他痛哭 正常來說 那些軍隊見到的時候 什麼時候 是不是打輸仗 咦 不是的 說回來 打贏仗 為什麼他發到這樣 阿沙龍死了 關我什麼事 如果是軍隊 你兒子死了 你反本 我現在 自死忠心跟隨你 你現在 頂你 你這樣 真是興奮到辣雞 全世界 你早餐吧 你 所以 大衛在這裏 是超級失控 你說他是不是 好愛兒子 如果你真是愛兒子 如果你真是愛兒子 你之前 為什麼你躺平 什麼都不理 是不是 殺了暗亂的時候 你又不出聲 然後他走了 你又不叫他回來 因為政治的原因 或者你怕什麼 然後叫他回來 你又不 讓他寄居在家 如果和他關係好一點 如果和他關係好一點 他都未必會反你 除了歷史的原因 和歷史的原因 上次說過 這些都是什麼 那 OK 那 這一點 struggle 和他之後 創造出來的政治風波 是十九章 那裏 這裏 其實為什麼 聖經要記載這個故事 挺有趣的 對比 對比 他和烏利亞 那時 同樣是約押完稅 傳一些信息去 叫他來借刀殺人 殺了那個人 本來打敗仗 應該是一件悲痛的訊息 但是他很開心 甚至是掌那個使者 稱讚他 不要緊 都叫武 繼續努力 這次 反過來 打勝仗 但是因為對頭死了 對頭的敵人 不是你自己的兄弟 烏利亞是你的兄弟 那他反而 痛哭到呼天搶地 兩個很 contrast 的一個對比 另外 聖經裡 其實很強調使者 這件事 譬如 摩西是神的使者 和法佬講數 然後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有的先知 都是神的代言人 都是神的使者 走到群眾面前 來講話 傳遞神的訊息 訊息可以是語言 亦都可以純粹一些教誨 各方面 甚至乎去到現在 你可以說牧師 包括我自己去解聖經 你都可以說是一個 Messenger Messenger Messenger有高有低 不代表Messenger很威風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這段經文 都可以讓我們看到 Messenger的重要性 以及 有什麼要素 是要知道的 那首先 你是否在表現一個 對的訊息 在這裏 無論是阿希 或者是 這個股市人 都是表現一個 對的訊息 但問題就是 你是否全盤地 了解 你自己說的訊息 還是 諸話 當你不清不楚 你的信服力 就很差 於是 退去一邊 除非你說 帥仔 我又喜歡你 或者美女 這是另一回事 你說什麼都好聽 接著 就是 究竟 究竟 你知不知道 對方的心思 是什麼 你知道 大衛是這樣的時候 不是叫你學藥押 或者是 不要去 很多時候 譬如你傳福音 也好 又或者 你要講一些 社會上的問題 也好 你了解它的時候 你怎樣 tackle其中一個 重要點 但是同一時間 可能你需要被重 就是這樣 但是你又 不畏強權地 或者不畏縮地 仍然 來到去忠言逆議 也好 來到去 present 說給他聽 當然 你 不是在那種 cretical moment 你了解他的感受 安慰他 這個一回事 在那一刻 事後 我們都會看到 如何罵爆大衛 用他的方式 來 calm down 這些都是 值得去細微 以至於 如果 你作為事情 你需要怎樣來做 present一個好的消息 或者一個不好的消息 但對方來講 可能聽起來 他不覺得是好 或者是覺得是壞消息 沒有那麼好的消息 whatever at the same time 作為教會 神的登台 的時候 譬如我們看回頭 在covid 裡面 那個情況 甚至乎 在香港社運 那個情況 在政權 有很多的缺失 的時候 他們都會 選擇 好像約額 這些 說出來 沒有獎 會眾 Upset 他們會為政權 而不是憤怒 而是罵爆你 有什麼益處 既然是這樣 就不說 免炒 我們最重要是合一 這段經文 其實帶來一個很豐富 雖然沒有說到yes or no 很豐富的提醒 當然 我們要看回一些偉大的先知 他們怎樣去做 怎樣去 在一些邪惡的政權 一些不跟從神的王 裡面 去宣告神的 那個曉遇的時候 那些 就 正面的 對象 更加值得學習 但那些通常你不會學習 這個是比較多面體地 去了解當中的要素 更加 過癮 今天分享到這裡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分享 比利巴拉 talk 1 4